第八十四集 黄仙的那幅卷轴被骚动的老鼠给弄开了 里面竟然是一幅幅剪笔人物画像 我定睛一看 赫然发现第一张人像的模样 非常像我亲爸杨志成 这时我就想起神瞎子陈婆的话 真想知道你爸的过去 有空的时候你可以去江边韩风寺看看 说不定可以找出一些东西 我暗想 难道这卷轴就是陈婆所指的 关于我爸的东西 既然是我爸的东西 赵廷炉的黄仙又不顾一切的来盗取 做什么呢 难道这东西对赵廷炉也有用处不成 这时 屋外的光线渐渐弱了下去 我听到江水涌动的声音 犹如正哗啦啦的响起来 远处传来悠扬的气笛声 听起来却感觉很不真实 我抬头朝上面望去 就看到黄仙冲我摆出一个诡异而又意味深长的微笑 我的心猛的一沉 鼠群朝我们围了过来 我们就像两只陷入陷阱中的猎物 只能有身井待宰的命运 想着被鼠群碎尸而食的情景 我一阵心计 就在我无计可施的时候 已经有三五只老鼠率先顶在鼠群上面朝我扑了管 我手忙脚乱的扑打着老鼠 将它们一一击落在地 受这几只老鼠的鼓动 其他老鼠也纷纷跃跃跃适 先后又有数十只跳上了我的身 我打落了一大部分 还是有几只在落下时张嘴咬了我 疼得我呲牙咧嘴的惨叫 我头脑里全是空白 让我巡龙点穴破风水 现在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 可对付这帮冷血的畜生 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有本能的手舞足蹈抵制扑击过来的鼠群 冷不防脖子一紧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拎了起来 我整个身体都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鼠群已经摇摇落在脚下了 等我被放下来的时候 才发现已经趴在了他下来的菩萨身上 老曾正蹲在我身边 大口的喘着粗气 鼠群见我们失踪了 又纷纷朝菩萨这边爬 好在啊 菩萨泥胎上刷了油漆 光滑异常 老鼠一时半会儿还爬不上来 我坐在菩萨硕大的身体上 这才发现 这尊菩萨的位置比较隐蔽 当时进正殿的时候 只顾着看正位菩萨 没注意这尊菩萨 这菩萨叫不出名字 身体极其庞大 似乎怀抱了一只硕大的蟒蛇 我跟老曾就坐在蟒蛇的两头 抱着菩萨金身 方能稳住身体 我眼睁睁看着那幅 画了我爸画像的卷轴 半摊半壁的 在鼠群中间上下沉浮 我突然想起 陈思可警告我的话 心里一阵后悔 这神瞎子的传人 果然不简单 要早听了他的话 我们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 想起陈思可特别强调的 今天的日子有问题 不适宜进入寒风古寺 我又陷入了古寺 风水中的择日 包含很多方面 都是人生大事 我却没听说过 进寺庙也要择日的 特别是进这寒风寺 还要特别选时间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怎么琢磨 怎么不对 老灯说 咱们要快想办法 老数这么多 再加上头顶防梁上那位 智商又高的黄仙 他们很快就会突破 最后一道防线 爬上菩萨金身的 实在不行 咱们打110吧 先把命保住 其他的再说 我反复回想着 进入寒风古寺 挑日子的怪事 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按道 什么东西会有特定时针 只有风水针呢 难道 这古寺里 暗藏了某种奇特的风水格局 我急目四顾 黑暗正一点点的 侵蚀着最后一丝光明 正殿里隐约都是老鼠 蠕动的暗影 甚人的厉害 我已经无法看清 正殿的布局了 自然无从发现 不有风水格局的痕迹 这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 我见老曾在身上摸索半天 从怀里掏出一只打火机 我这才醒悟过来 老曾有抽烟的习惯 随时也必带打火机的 老曾划亮火机 一束火焰 顿时照亮了一方空间 我看到下面老鼠 见到火光 都惊慌的向后退 心想 只要给我一堆易燃物 就能轻易退掉这群老鼠了 老曾趴下身体 从摆菩萨金身的泥台上 摸到一根棍棒 若干破步 他将破步在木棒上 缠得结结实实的 又用打火机点燃 做了一只火把 一只火把 对这么庞大的鼠群来说 无异于杯水车薪 我也弯腰想摸索出点东西 至少能多做几只火把 也能起到更大的效果呀 却捞起了几只爬上泥台的老鼠 吓得我急忙将它们扔下泥台 老曾点燃火把 抡起来 扔向老鼠中间 我想这老头傻呀 这么扔下去 就只能下退几十只老鼠 剩下的还不是照样吃了我 留下火把 我们还能照明维持一段时间 火把掉进鼠群里 一团火焰 从火把落地处为起点 成放射性四散燃烧起来 一下子烧起了好几个平米的范围 烧得群鼠发出无比凄厉的惨叫 顿时就有许多老鼠葬身在火海 我心里一阵 明白老曾是借刚才泼油的油剂来烧伤鼠群 这老头胆大心细 任何时候都能镇定不乱 我被这么庞大的鼠群吓到 早将黄仙试图用灯油烧我们的事 忘得一干二净了 跟老曾比起来 我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鼠群遭到这么大面积的焚烧 顿时错了他们的锐气 包围我们的鼠群 沿路撤了十几米远 我就看到沉在鼠群中的圈轴 落在空地上 咕噜噜打了个滚 摊开的那部分 又露出我爸那张憨厚的脸 我风折一样 滑下菩萨金身 从泥台上跳下去 跳到地面上抱起圈轴 又翻身上了泥台 爬菩萨金身的时候 他一眼看到正梁上的黄仙 正无比阴毒的望着我 我看他气到发抖 显然 对我抢了他圈轴的事实 非常生气 我爬上了菩萨金身 故意将圈轴在手上打了个旋 气得黄仙啊 走来走去 却无计可施 老曾不知 又从哪里摸到一根棍子 缠上布条 重新做了只火把 点燃了给我照明 我摊开圈轴一看 发现上面一共画了五幅画像 第一个是我爸杨志成 第二个是个相貌非常漂亮的女人 看他面部轮廓呀 好像不是纯种的中国人 这人我根本不认识 看到第三个人的时候 我一度以为自己看错了 那卷轴上画的竟然是赵婷如 那眉目跟我几天前见到的大公子 一模一样 我爹的画像跟他现在出入很大 那时他不过二十多岁 还非常年轻 而大公子则一点没变 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 果然如老胡所说 赵公子是不会老的 我非常奇怪啊 赵婷如怎么会跟我爸搅在一起 小学校遇鬼的事情之后啊 我对我爸的印象有所改观 知道他其实精通风水 没想到他的身份复杂到这种程度 竟然会跟赵婷如有交集 第四个 扎着头发 一脸先锋倒鼓的样子 看起来像是个道士 我并不认识他 第五个人就特别奇怪了 画像中画出来的不是脸 而是一张黑色面罩 我想啊 我想啊 这画像的人也真够无聊的 戴了面罩谁都一样 这还有画的必要吗 卷轴底部用毛笔写了行小钻 更生年五月 会于水上孤舟 五人相约为世 此行若败 则留书做后人之 看到这行字我就懵了 看这句话的意思 是我爸要跟赵婷如他们 一起去办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怕事情失败后 五人全都死了 所以留下这幅卷轴 让后人知道 他们五个人都是谁 我掐指一算 更生年就是1980年 也就是说呀 二十多年前 他们在江面小舟上 画下这幅照片 很有可能就是藏在 寒风古寺的房梁上 直到今天黄仙来找到卷轴 这东西一直都没人动过 我看卷轴表面的灰尘 非常的厚 画纸都卷得不像样子 毛边泛黄 显然历经了很久的岁月系 我不经揣测呀 二十多年前 他们五个人到底去做了什么大事 当时他们抱着必死的心 去办这样一件事 二十多年后 我爸还好生生的活着 赵婷如也活着 其他三个人我不认识 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既然五个人活了两人 想必这件事是办成了的吧 问题在于 二十多年过去了 想必过去的事情已经随风散去 可赵婷如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派他的黄仙来盗取当年的画稿 大货 害他害得非常严重 他还让我来寒风寺看看 难道就是指这件事 我心里砰砰直跳 一股热血涌上心头 安详 这事也太蹊跷了 赵家和阳门本是仇人 我爷爷对赵家的底细了解的肯定比我深多 我爸不可能不知道两家的真正关系 他为什么会跟赵婷如走在一起 我正想着 就听到庙宇外面传来悠扬绵长的钟声 这钟声一声一声浑厚绵长 听在人耳朵里 物字回味无穷 不知不觉中 月亮就升了起来 月光从古寺窗帘透进来 将寺庙照得一片雪亮 老曾突然叫道 这钟声怎么有规律有韵味 有浑厚沉重 肯定不是风吹出来的 铁定外面有人在敲钟 可是我们借着月光望出去 就看到古中在寺外独自晃动 夜风吹过 江潮如头 却并没有敲钟人的影子 偿大的天地间 仿佛就只有我和老曾两个人 我们再看向四周 包围我们的鼠群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揉揉眼睛再看 地上真的连一只耗子都没了 只有钟声未散 余韵不歇 而钟下无人 只有月光如银 一片皎洁 老曾突然哭丧似的大叫一声 跳下菩萨金山 一股脑袋朝古庙外面冲去 我不知所措 急忙抱紧卷轴 跟着老曾 两人一前一后的往外跑 跑的过程中 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正良 黄仙原来站的地方 现在已经空空如也 就这么一眨眼功夫 这小畜生又不见了 他能放弃这只 志在必得的特殊卷轴吗 我们跑出古寺正殿 老曾发出绝望的悲鸣 一路狂奔到古中下 古中游自在缓缓摆动 钟声余韵才歇 老曾双膝一躯 跪在地上 仰面朝远处辽阔的江面 连刻了几个响头 嘴里发出野兽一样的怪叫声 凉久才停下来 我简直要被吓死了 以为老曾犯了什么病 想把他扶起来 老曾的力气特别大 我怎么拖都难拖动他 过了很久 老曾才停止私叫 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里都是咸水 像个患了中风的老头 样子特别可怜 老曾看了看四周 又望了望自己 问我说 我这是怎么了 咱们不是正在 正殿菩萨金身身上坐着吗 咱们跑这来了 说到这里 他浑身也哆嗦 吃惊又说 难道他们 逃出鼠群的围攻 已经安全脱险了 老曾一本正经的样子 绝对不是作假 有一瞬间 我觉得对老曾 有种极其陌生的感觉 陌生到像我们第一次才见面 彼此没有任何了解一样 我把老曾扶起来 对他说 你不记得了吗 刚才听到庙外钟声 你就跟发疯一样 惨叫着 从菩萨金身上跳下去 朝门外狂奔 一直跑到这里 可把我吓坏了 老曾茫然的摸着花白头发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苦思良久 摸着骨中有黑厚重的钟身 摸了一遍又一遍 问我说 我当时真的是听到钟声就这样了 怎么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从庙里到谷中下的时间 我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 为什么会这样 此刻的老曾惊恐而迷茫 他站在月亮地里 江面上吹来的风寒冷异常 此刻已经入秋了 夜晚的江面上颇有几分寒意 月光下的江滩上杂草重生 米林和杂草的影子交错在一起 在风中婆娑乱舞 犹如鬼魅 我的心也悬了起来 只觉得一切都非常不可思议 不真实的像做了一场噩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